在临近的新北宜蘭纷纷传出本土确诊病例后 金融市长牛昌邀及市政府各一级主管 紧急召开疫情应变会议提升防疫措施 特别是在近期关乎民众的相关生活 以及很多的一个活动 其中包括像接下来国中会考 还有包括最近很多学校在办理这个毕业典礼 那另外也有这个学生的毕业旅行 还有包括我们很多的市内外的这些场所 以及包括我们市政府自己有许多活动的一个规划 我想因为因应这个疫情现在的升温 我们有必要做一些这个讨论 然后把相关活动是否要暂停或者缩小规模 或者有其他的一个决定 应该尽快来做确认 那也来告知民众 那也让民众可以及早做因应 经过讨论会中做出多项决议 其中针对宜兰染疫场所在游乐场 即使其针对巴拉场所将启动宣导 查核提醒民众戴口罩 另外包括工友市场及基隆庙口 也严格要求摊商戴口罩 用餐区放置透明隔板 因为庙口民众很多 那我们在这个阶段也会立即要求所有的一个摊商 跟游客一定要戴上口罩 另外就是摊商的要落实座位 设置这个隔板 让民众在饮食的时候能够有所趣的 另外包括开灾节 能爱去见走等多项活动也决定取消 上海神厨料理竞赛则缩小规模 6月6号将登场的夏日海派音乐活动则延后举办 同时全市学校毕业旅行 及李林长志强活动也延后办理 毕业典礼则仅限毕业生进场 本市的毕业旅行 那一律延后办理 那毕业典礼呢 我们会要求学校 这个在毕业生的部分 依据中央的防疫指引来办理 那在校生跟家长的官邻一律产线上来举办 此外全市的李林长志强活动 年后办理 前两梯年后办理 那我们的金融市的李林活动中心 关怀据点一律停止公餐 那全部都改为送餐 根据统计金融市到5月5号为止 有1200多位民众完成疫苗施打 李林长也呼吁符合条件的民众 与团体紧速施打疫苗 增加保护力 虽然我们金融市目前 并没有这个确诊的一个案例 相关新的确诊案例发生 那不过基于一个大的生活圈的一个概念 我想我们跟这个Varit G.Pau 那个会采取原则上一致性的 这样子一个防疫的一个措施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我会采取原则上一致性的